出现气爆点 二升路口最后到岗山西街 掀翻了上百个排水口盖 路面也几乎塌 不知消防弟兄 民众也加入救灾行列 一群人七手八脚 把受伤病患固定在单架上 越过被炸毁的路面 踏过大小石块 把男子送上救护车 一次又一次的呼喊 搜救人员带着手电筒 在瓦力堆之间反复搜寻 宝贵的搜救资源 留给生存受困的人 军方已经进驻到现场 现在连搜救权都已经抵达了现场 希望可以在瓦力堆中 搜寻出生还 为了白烟 锦销封锁路口疏散民众 但没想到几个小时后 竟然从凯旋路口开始发生爆炸 瓦斯沿着地下管线 不断蔓延往卫武营 接二连三 军方已经进行